专载自百家豪作者,三月风刺了像足球,2017年维士豪出入中超的机场比赛,都是替补时间上场,在很多足球圈的评论员眼前一亮,这小孩有点意思。 中国青绪男的有一个可圈可铁,维士豪在上海上港第一个锦球,他脱下了球衣,甩在地上,不知道是甩给自己,还是甩给博埃斯,或者是打脸球迷,少年的眼神里却露着不干扰的力气。 昨天维士豪又紧球了,商品五十阶段打进自己家门,比赛最后六分钟维士豪是绝对主角,怒视深化年轻球员,对对国足老大哥,再这样走下去,维士豪要与所有的球员为敌吗? 智商决定你的下限,情商决定你的上限,作为一个球员来讲,足球健赋会决定你会不会踢好球,情商决定你能不能成为伟大的球员,不可以否认,卫视豪有自信,有冲劲,也有个人能力。 但是情商低,情绪化,往往会让他成为球队的定时炸弹,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发,平时球队教练不会跟他少说了控制情绪。 昨天一场伟大的比赛,最终因为他这个人,毁了一锅汤,文士豪跟百家俊的梁子在2017年足鞋杯决赛就接下了,足球场上的尊重与杯尊重是相互的,一个不尊重别人的球员, 永远得不到任何何尊重。 教练容忍他,因为他今年还是有二三球员,明年他就二十四岁了,留给他的事情还多吗? 本周,韦世豪持续成为足球圈的风云人物,但是当你觉得全世界都不对的时候,恰恰应该从自身去找原因了。 本周中,韦世豪代表国安客战老东甲上海商访,韦世豪持续去机场,遭到了商访球迷的虚声。 为什么呢? 还是毁在情商之上,你的新球队,战胜了老东甲。 你一个年轻球员,除了在球场上报产前队长,就是光着膀子,录着往生去现场还是去挑衅。 智商真是个东西,看看老大哥鱼海去西湾是怎么现场的吧,看看老东甲的球尼是怎么对待鱼海的。 韦世豪在今年国奥克场打鲁能的比赛中,在后现场时,山东鲁能球迷也是一片吱声,韦世豪当时确实也挺尴尬的。 中国传统的美德,有尊重师长,讲究诚信。 所有的人都明白当年韦世豪是如何为了追求更好的收入,而受经纪人安排,出头之后转内销。 对于良心本来有愧的球员,行为更应该低调,球场上他怒对国家队球长不是一次两次,这样的行为,他自己或许偏狭的认为是敬业,实际上别人看到的只是嚣张。 今年年初的时候,有人就说韦世豪在这么踢下去,对整体作用越来越小,自己的路子也会越来越窄。 现在看,韦世豪依然我行我素,不管别人自己踢得开心就好,要不是一二三政策,韦世豪很难出现在国安对生花的商品股时,可即使是这六分钟,韦世豪也成为主角。 保真挂关键的三分变一分,明年韦世豪就二十四岁了,自己不转变恐怕连接六分钟也没有。 职业足球是青春饭,韦世豪前面还有未曾超越的老球员,后面又有一群生龙花鼓的更年轻球员,时间就剩那么多,过了今年就不再受一二三保护。 想想黄子昌,刘若凡这样的球员,为何大家都喜欢,想改变世界就先改变自己,欲全世界为敌的人,永远不会成功,即使胜利了也没有掌声。